农历五月初端午节 中国大陆各省各市欢庆端午的习俗 跟包粽子的方法呢 其实都蕴含着在地的特色 而今年重庆还出现了号称 重庆第一粽 这个重达一千斤的粽子 到底包了什么好料呢 带你一块去看看 重庆福林迎端午 当地居民联收起来包出重庆第一粽 又高又大包的料又结实 师傅说粽子主要是用糯米 花生 红豆 绿豆一起包进粽叶 蒸熟了除了居民大家分享 也要邀请游客一起品尝 来来来 新疆松色 酸奶松色 粉米松色 要做出新疆风味的酸奶粽子 店家先做馅料 用白砂糖跟进口藏红花一起熬 再跟酸奶拌在一起调匀 不包粽叶 直接放在糯米上 就是新疆酸奶粽 这个叶食节我们大厨 专门用包粽式的叶食 云南在端午节会包水果粽 他们用树花天然色素染成的黄糯米 紫糯米包进粽叶里 再加入象征五股丰收的花生 各种豆类和水果 整个馅料五彩缤纷 非常健康养生 别具一番风味 杨振平编译 感谢观看